她在31岁时死了 但71年后的今天 她的细胞却遍布世界各地 超过了5000万吨 她是海瑞塔拉克斯 非一美国人 她的细胞被称为海拉细胞 1951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 医生 我最近下面一直出血 而且腹痛不止 我这是怎么了 我们来检查一下 女士有个不幸的消息 你得了宫颈癌 已经晚期了 你的子宫颈上 有个恶性肿瘤 我马上给你安排手术 我的天哪 我三个月前生孩子的时候 那里还什么都没有啊 仅仅三个月 这个肿瘤组织 有点不对头 盖医博士可能会感兴趣 于是医生将拉克斯手术 取下的肿瘤样本 送到了医院的组织 培养研究中心 盖医博士 我发现了一份 特殊的肿瘤样本 好 谢谢你 我们来培养看看 几天后 天哪 这太不可思议了 你带来的癌细胞 就是在体外也能繁殖生长 而且每隔24小时就翻了一倍 我是我不明白 这有什么特殊的吗 你不知道 我过去这三十年 所有体外癌细胞的培育实验都失败了 那么总是过几天就死掉了 这份样品却不一样 也许这就是我要找的永生细胞 它将推动整个医学的发展 那我们来给它取个名字吧 这些细胞的来源者是谁 这名患者叫海味塔拉克斯 那我们就叫海拉细胞吧 很快 盖医博士就将海拉细胞 分送给了全世界各地的研究单位 好东西 打加分 从这么冲啊 变了医学的进步 冲啊 耶 让科学家们欣喜若狂的永生细胞 却急速吞噬着拉克斯的生命 它在1951年10月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虽然我已经不在了 但我的细胞依旧活跃在 全世界的生物实验室里 70年来一直持续推动着医学的发展 几随灰质炎疫苗的开发 艾滋病 血友病 白血病 和帕金森病的治疗药物 都有我的功劳 体外受精 染色体病症 癌症 基因突破 和精准医学的突破 也都有我的参与 我的海拉细胞 甚至还在1964年 被带上了外太空 来研究宇宙辐射 对人体细胞的影响 你们不知道吧 最近的COVID-19疫情 疫苗能够那么快研发出来 也是我的贡献哦 啊 对了 还有好几名科学家 因为研究我的细胞 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呢 人一生会死两次 第一次是肉体的死亡 第二次是最后一个 记得你的人死去 拉克斯的细胞一直活着 而我们也一直都记得他 什么苏联